像我们小时候看《少林四》的 所以《大巴沙》这个电影 当时一下把斯普尔伯格弄火了 可是这个电影非常难拍 这全仗着斯普尔伯格各种鬼点的创意才拍下来 它难在哪呢 这个片子的主人公是一条大巴沙 所以你找动物演员吧 你就真能把那个巴沙找来 他也得配合你演戏 他肯配合了 那演员肯不肯跟他配合呢 跟个巴沙演再把我吃了 谁敢呢 所以只能是弄一个假的大巴沙 斯普尔伯格做了一个26英尺长的机械的大巴沙 给他取名叫布鲁斯 表示这是我剧组的成员 可是这布鲁斯不给力 他怎么 他得13个人呢 抬着他才能动起来 而动起这个动作也不对 脑袋那对了 尾巴这不协调 尾巴这协调的身子不协调 我眼睛那经常还整成对眼 弄得演员跟他演对手戏都没法演 经常进到水里 之后我越到水里越奔 那大巴沙在水里那灵动劲 那诡异劲根本就出不来 最后身上涂地漆也掉色了 机械进水也失灵了 给斯普尔伯格气 说我做这玩意 这干嘛呢 后来他一琢磨 说你看这个整体拍这条大巴沙 这机械的大巴沙不灵 不好使 说我能不能拍他局部 你比方说就是他头 就是他尾巴 而且拍局部不影响在哪呢 这大巴沙在水里本来就跟个幽灵似的 神龙见首不见尾 他吓人就吓人到这 一会你看着他脑袋 一会看着他尾巴 一会看着他背体 由此你产生恐惧 你不把他整个拍下来 反而更吓人 所以他想到这个 我分开拍 我就拍在这一块 只要这个效果出来就行了 他通过这个方式 反而把大巴沙拍得神神叨叨的 很吓人 再一个说 很多人说 你就在游泳池里拍就完了 这不是说不行 我追求的大海里的效果 真就得在海里拍 到后来他发现很多镜头 真没法在大海里拍 他咋办呢 租了个游泳池 把海水灌里头 然后呢 把一些沉船呢 搁里头布置上 说这游泳池 毕竟它浅呢 太阳能透进来 不像那海底啊 海底是有时候浑浊阴暗的 有办法 他往这个水里撒牛奶 在水面上呢 铺一层水草 这样在水底啊 你就看着 浑暗浑浊 好多演员的这个动作戏 在水底动作戏 就是在这个撒了牛奶的游泳池里拍的 你看这想法绝不绝 现在很多拍水下戏的人 都是借鉴当年 斯普尔博拍大白产的 就75年到现在 这已经40年了 还有人在用它的方式 还有人在用它的方式